我叫漩涡名人 我的梦想是超越历代活影 让村里人都认同我的存在 多年前 面对刚刚带队第七班的卡卡西 那个金发碧眼的少年 说出了这番豪言壮语 他并不知道 未来有多少磨难和伤痛 在等待着自己 可以说不知者无畏 也可以说出生牛犊不怕虎 多年后 当只有反目 恩师战死 强敌环似木叶 人界危如雷乱之际 第七班重新聚首 名人已经走过了洒满血泪的荆棘之路 但他依然没有抛弃昔日的自己 那份无所畏惧的天真 那份至死方休的执着 百战归来 他仍是怀梦的少年 今天就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位妖狐少年的一生 第四次人界大战爆发的16年前 在一个注定被使人铭记的不祥之夜 天灾九尾妖狐和漩涡名人 一同降临了木叶隐村 最强尾兽九喇嘛 原本隐居事外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幸的是 他遇上了命中可行班爷 沦为毫无尊严的坐骑 惨遭驻剑殴打 班爷战败后 九喇嘛被驻奸判为从犯 一直在漩涡族人的体内坐牢 世人聚其为天灾 灭称之为九尾 名人的母亲九心奈 是第二代九尾人朱立 在他即将分娩的日子 带徒趁着风影削弱 释放出九尾 并用血轮眼操控他破坏木叶 名人的父亲四代火影 拨封水门 在和戴上面具的带徒交手后 将其误认为语之波斑 预料到此人的疯狂和野心 势必将为人界带来 前所未有的浩劫 于是他用尸轨封禁 将九尾的阴性查克拉 封印到自己体内 又用八卦封印 将另一半阳性查克拉 封印进了名人的体内 名人从出生之日起 就成为了第三代 也是最后一代九尾人朱立 水门希望名人 以后能驾驭九尾的力量 印证自来也老实的话 履行预言之子 或者说救世主的责任 阻止语之波斑 等野心家的阴谋 给战乱不休 憎恨肆虐的忍戒 带来和平的曙光 肩负济师大人的名人 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和照料 童年过得相当悲惨 三代火影原非 为了保护名人 向村民隐瞒了 他英雄之子的身份 但不知道为什么 村民却偏偏知道 名人是妖狐小子 可以这样猜测一下 三代从九尾和四代交锋的战场上 捡回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这孩子脸上 还有六道胡须状本领 于是谣言四起 最终 人云亦云的村民们 将名人视为九尾的化身 看向他的眼神 充满了厌恶和憎恨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名人 心理上是有点分裂的 一方面 他仇视排挤自己的村民 另一方面 他又到处搞恶作剧 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博取存在感 三代忙于公务 没工夫照顾名人 就特意嘱咐 忍者学校的老师伊鲁卡 多多关心名人 把他引上正土 伊鲁卡的双亲 都被九尾杀害了 但他并没有迁怒于名人 相反的 他因为童年过得也很孤独 所以对名人 十分理解和同情 他是第一个 发自真心认同名人的人 伊鲁卡和名人的关系 不仅是师生 也像是家人 在伊鲁卡的正确引导下 名人养成了 积极阳光的性格 还树立了当活影的远大梦想 名人从忍者学校毕业后 和左柱小英分到了同一组 他们通过了卡卡西的同伴测试 日后叱咤人间的第七班就此成立 第七班的人员配置 其实是三代有意为之的 血轮眼拥有控制九尾的力量 卡卡西是名人的一把保鲜索 左柱是三代计划的备用索 名人的少年心思 三代略有了解 特意加上小英 也是为了激励他努力进步 毕竟名人是九尾人助力 在五大国依靠尾兽维持的平衡局面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名人在护送达兹纳返回波之国的过程中 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队强敌 也是让许多人一难平的苦命鸳鸯 逃地再不斩和白 和两人的交战中 名人首次展示出了 他身上最重要的三个实战特质 意外性No.1 爆发力和嘴盾 名人平时虽然大胆咧咧 旁人看着还觉得他有点傻乎乎的 但他在战斗中总能灵光一闪 想出鬼点子 有时让人大跌眼镜 有时却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比如卡卡西被再不斩用水牢术困住时 名人活用变身术和左朱的默契配合 杀了再不斩一个措手不及 又比如白用魔镜冰晶困住左朱时 大家都等着名人内外夹击破阵 他却一套烟雾弹华丽登场 然后闯进魔镜冰晶里和左朱一起坐牢 在左朱用身体帮名人挡下肥针夹死过去后 名人因为极度的悲愤 也第一次爆发出了九尾的力量 含冤入院的九尾对人类恨得牙痒痒 一直伺机悦于报复 所以名人每次怒火攻心时 他都忙不迭地送上充满憎恨的查克拉 想着滴水穿石 早晚能一点点冲破风意 不过这也帮了名人不少大忙 让他多次在逆境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多年后 早已和解的一人一胡谈到这些事实 还忍不住开怀大笑 名人说辈子说服的人多了 但我个人觉得再不斩这回 是他最成功的一次 启阴还是在白身上 名人和白有过一面之缘 对这个称赞他的梦想 而且长得比小鹰还可爱的少年 名人是颇有好感的 在交战的过程中 名人得知了白的辛酸往事 因为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 而被周围人敌视 原本幸福的童年毁于一代 在孤独的地狱中 有一个恶鬼接纳了他 给予了他存在的意义 即使是作为工具 至少也是受到认同和重视的 所以为了这个拯救自己的人 付出一切 哪怕是生命 白都心甘情愿 白对再不斩的这份情谊 何尝不是名人和伊鲁卡的翻版呢 虽然名人不支持为虎作伤 但他理解白 同情白 所以当白替再不斩挡下雷切尔死后 名人那有话直说的性格 迫使他悲愤地为白叫须 让再不斩这个乌影鬼人泪流满面 证实了自己的感情 波之国一役 再不斩和白 以及企图奴役波之国的卡托同归于尽 名人用行动唤醒了伊纳利等波之国民众的斗志 达兹纳为了感谢名人 将新桥梁命名为名人大桥 数年后 伊纳利还千里迢迢赶来被佩恩摧毁的木业 帮助重建村子以暴打名人 名人从波之国回到木业后 不久撞上了中人考试 卡卡西想趁机历练一下学生们 名人也不想一直区区下人 自信满满地跑去参加考试 第一轮比试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名人虽然一道题也不会做 但凭着死磕到底的那股牛劲 歪打正着通过了一笔喜的考验 第二轮是生存试验 和第七班要在死亡森林里 和其他考生争夺用来晋级的天地卷轴 考试中途 第七班遭遇了伪装成草人的大蛇丸 第一次实战时名人露了窃 但这回他为了保护左柱和小鹰 不顾天前般的实力差距 汉不畏死地进行反击 大蛇丸惊讶于九尾的力量 给名人打上五行封印 阻止了他继续暴走 名人昏迷了许久 等苏醒过来时 已经错过了小鹰割发明智 左柱臭音暴走的好戏 他们在老间谍要试兜的帮助下 击败了前来寻仇的愚人们 好不容易通过了生存试炼 这一次名人最大的收获 还是左柱那句 我也想和你交手 名人这个万年吊车尾 一直将左柱视为竞争对手 在一文定情后 他的这股执念越发深重 他期待在第三轮的PK赛中 打败左柱 用实力应得认痛 可惜天不遂人愿 名人的预赛对手是牙 牙一直很轻视名人 觉得一个吊车尾 整天嚷嚷当火影 分明是在向他这种实力派挑衅 这场战斗中 名人又展现出了 他的战斗头脑和意外性 他用鱼目混珠之际 让牙误伤了赤丸 又突如其来的 朝牙的鼻子上绷了一个P 让牙引以为傲的狗鼻子失灵 名人观摩小礼 和左柱的切磋后 火用影分身 自创名人连弹打败了牙 名人和牙可以说不打不相识 牙从此将名人视为竞争对手 也算是第一个 被名人打服气的同伴 淘汰赛的准备期间 名人遇到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 好色闲人自来也 虽然名人称伊鲁卡卡卡西 为老师 但自来也 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 那个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的师父 伊鲁卡让名人学会了 用积极的努力 去取得别人的认同 卡卡西教会了名人 重视同伴 守护羁绊 而自来也 则用言传身教 向名人灌输了 坚毅不屈的枕道 引导他一步步 成为真正的预言之子 目前来说 自来也只是传了点皮毛 给名人 他帮名人解除五星封印 教会他控制查克拉 进行水上行走 为了逼出名人的潜力 自来也甚至将名人逼入绝境 让他学会了通灵之术 先跟妙木山攀上点关系 有了好色些人的指点 名人在淘汰赛中 对战宁次时 才能释放出九尾的查克拉 博得满堂喝彩 他和宁次也在这一战中 结下了不解之缘 名人用拳头 向宁次证明了 宿命论的虚假 为这只放弃挣扎的龙中之鸟 打破了看似 坚不可摧的牢笼 名人还许下诺言 当我当上了活影 就来改变日向一组 多年后 名人实现了这个诺言 但令人惋惜的是 这是用宁次 以及众多忍者的牺牲换来的 名人虽然赢了宁次 却没能当上忠人 忠人考试出了变故 杀人和阴人 突然对牧业发动袭击 佐助用千鸟刺伤吾埃罗后 不顾穷扣莫追的道理 独自一人前去追赶 卡卡西于是命令名人 等人前去支援 吾埃罗一路抱走 身体开始守鹤化 名人看到这样一头怪物 吓得想要逃跑 这时候 佐助和小鹰接连受伤 逼出了他的勇气和怒火 没有了五行封印的意志 名人在这一战 又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 他用漩涡名人 两千连弹重创吾埃罗 随后又用通灵术 召唤文太老大 硬刚依偎守鹤 能跟文太打得难分伯仲 也难怪守鹤 会被九喇嘛瞧不起 名人也有敏感细腻的一面 他觉得被人视为怪物 到处散布死亡 和恐怖的吾埃罗很像自己 如果那一夜 他从水墓口中得知真相后 匆匆逃出了村子 现在的自己 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吾埃罗 他不能让另一个 误入其头的自己 到处伤害别人 特别是自己的同伴 面对名人为了同伴 爆发出的力量 吾埃罗害怕了 同时也憧憬起了 这样的活法 这一战 名人将吾埃罗 彻底打醒了过来